享受电影的乐趣 新北市的文化局是推出了视听界电影院的服务 请来专业的配音员在放映过程中 及时描述电影画面 说电影给视障朋友听 一身轻便装扮 新北市长朱立伦用聊天的方式带头说电影 为了打造视障朋友专属的观影空间 新北市文化局选在府中十五纪录片放映院 推出听视界电影院的服务 播放电影的同时 配音员会担任旁白角色 开场前先简介电影内容 放映过程中也会随时述说电影画面 用听觉引导视障朋友踏入电影世界 其实包括视障或者是迷人的朋友都欢迎来参加 最重要的就是会有说电影的人配合电影的播出 让大家更了解电影 我相信对于很多视障的朋友 大家喜欢欣赏电影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新世界电影院首次放映 视障朱立伦特地带着夫人出席 还邀请许多视障朋友共同体验听电影的乐趣 我们就算进电影院能够欣赏的电影也非常的少 像这样的电影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是还蛮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很期待因为我希望下一次呢 我可以听到有关于好莱坞的大片 每周六下午两点 听视界电影院准时在组中15纪录片放映院开演 每场提供45组名额 视障朋友跟亲友都能免费入场 亲自体验新北西文化局 为视障朋友打造的展示服务 明镜新闻江卓庭蔡明镇新北区报道 马上帮您抢千卡1200镇五速报 为了声援蔡丁桂枝